我们会有共同的缘分 是不是有一种共业姻缘 共业 什么叫共业 就是我们都一起住在台湾 如果有天灾人祸 是不是一个共同承担 下大雨是不是同时 那个下大雨呢 下大雨里面 我们是不是一起被淋湿 是应该是这样 那不一定 有的人呢 刚好淋到 有的人刚好需要这一场雨 有吗 所以才会有人说 哎呀我的孩子啊 两个做不一样的生意 一个需要下雨 一个不要虚 最好不要下雨 有没有 所以他下雨的时候 他每天都在烦恼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刚刚好 有一个需要一个不需要呢 那是不是一种什么 就是那个缘分来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正好 他需要这个缘 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这个缘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件事情呢 阿难他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们以为学佛的人都很随缘 可是佛陀呢 他竟然一直跟我们说 非因非缘 那佛法到底是相信命运的 还是不相信命运的 佛法相信命运还是不相信命运 相信但是可以改造 相信但是可以改造 你的力量不够的时候 你就只能 哎 他就赌到啊 不买怎么办 有没有 是不是 哎 孩子 乖或不甘 哎呀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那就是他想 有没有 有的人是这样 就是顺着他的个性 天性 然后呢 哎呀 他就他就爱啊 我也没办法啊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可以想要改变什么 可是你会发现很困难耶 江山易改怎样 本性难移 所以呢 几乎呢 我们通常都会用佛法的缘 因缘来帮自己 没有办法改变做解释 解释跟掩护 是不是这样 掩护是你啦 你给我掩护 对吧 是不是 我们就 我就 为什么 那为什么佛法他在讲 开悟的这个经典里面呢 论言经里面 他竟然说非音非言 所以阿娜有没有觉得 怎么跟我以前听到的不一样 因为以前佛作长讲缘分啊 因缘和合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又说非音非缘呢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三百二十六页 他讲这个非音非缘 然后还有非自然这件事情 他说心由未开 我都还没有 我都还没有懂 没有真的懂啊 佛法其实要讲到你真的相信你可以创造 创造命运 不是嘴巴讲就可以了 你要证明嘛 有办法吗 光是改掉我们那个坏脾气 改掉我们那个死脑筋 就要花多少时间 是不是 我们说 诶 诶你真厉害 那我现在只要 你少想一点 都很困难哦 你看我们去打禅气 是不是就叫大家不要想 怎么平常都不会想 啊打禅气 叫我们不要想的时候 应该是刚刚好 对不对 结果突然就想一大堆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其实常常是 怎么搞的 多可关掉啊 我们常常就是 我们常常就是 该做的时候 不该做 该想的时候 想不出来 那不该想的时候呢 就想一大堆 好 叫自己不要想 结果就怎样 就偏偏就 一直乱想 有没有这样 所以 其实不是 该不该想的问题 是 你有没有办法 为自己做主 老实讲 所有的缘分你都挡不住 但是你可以控制什么 这个缘你挡不住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决定什么 决定什么 决定 决定 你要被拉着走 还是你要去 拉着他 就是这个因 你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 可是问题是 你要有足够的力量 你才改得了 不是只是说 我就是不服输 我就是不相信 我就是 不要虽缘 那你得要有方法 还有足够的影响力 你的力量要足够 要不然你怎么不虽缘 我只是很固执而已 你固执我也可以很固执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 这个因 他就变成很重要 你懂不懂你的心 是所有的 万物的因 所有的一切法的因 你如果不相信 你就会相信 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你这样会操控你的人生 可是阿曼他不懂 他说 我认识的只有空 空就是没有嘛 既然空是没有 那我就 不要管躲起来 现在佛陀说 不是因缘 不是空 也不是有 非空非有 非因缘非自然 所以他就讲 心由未开 我不能够明白 不是很了解 然后 而今更闻 渐渐飞渐 从真里门 连见到你自己的心 是不是 我们常常说 我 我非常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确定吗 是不是 你的想法 保 是可靠吗 你的想法可靠吗 我知道我在想什么啊 我很相信我自己 连这样子都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确定 你现在这个想法是对的 有没有 说不定你只是想象而已 所以今天就 就是来了嘛 我说 师父我其实一直想出家 我说那一直想出家 你要来试 因为一直想象的出家 跟实际上的出家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 只是一直用想象的 要实践 有没有 好那 你来出家 你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能够给你什么 我也不一定确定 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来学活 我能不能够改变什么 不知道 然后我们 上礼拜我去香港住面 那这个居士呢 他是在香港的那个 我就是到香港去 上完课 然后去香港 然后在香港 那个 居士就载我去 从机场 要到那个医院嘛 他就在路上就说 师父你知道吗 这个医院是香港 最贵最贵的医院 那我就说 那我去住面 是来对的 因为念到一个有钱人 是不是 是这样 好 好那 而且那是最高 最高级的 只有特首类的 特首级的人 才会去用那个医院 然后他又是在那个 顶楼VIP室 那他就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般的那个 而且呢 他还受到了礼遇 因为一般呢 医院是不给人家住面的 可是他竟然得到了允许 表示他在那个 是有受到礼遇 所以他就在里面呢 就是 就是他的VIP病房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晚上 为他住面 他一个人 单的套房 37楼 37楼 那他就是一个 应该算是有一点 这个分量 社会地位的人嘛 是不是 好 那 可是问题是 躺在那边 他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念佛就是要 让他去极乐世界嘛 但是问题是他要不要去 不知道 你要问他啊 我们那么认真念 你还不去 可以这样吗 是不是 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 他的孩子 你也希望他去啊 因为要不然你不去 你不去那里 你要去哪里 好 可是像这种事业有成的人 你要怎么让他去 他虽然躺在那边 你觉得他听不听得懂 你在跟他讲什么 他刚往生 应该知道哦 好 如果他是一个社 在企业上非常成功的人 果然两岸三地呢 他开了好大好大的公司 这个时候呢 他躺在那边 我们突然之间 告诉他要去极乐世界 你觉得有说服力吗 他平常就没在信这个 没有 那要说服这种老板 让他去极乐世界 而且 怎么说服 你应该去的 是不是 我们讲起来很容易 今天他是你的父亲 今天他是你的亲人 今天那是你自己的时候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呀 我们为什么没有说服力呢 因为我们没有证明 去真的比较好 你有去过吗 没有去过吗 没有啦 这件事情没有亲身的去过 你怎么可以说 就是比较好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 叫人家去 当然很简单啊 你说去啊去啊去啊 那边很好耶 那你为什么不去 我还活着了耶 是不是 就是死了 没地方去只好去那里 是不是这个概念 不会有说服力啊 你真的相信吗 这件事情是很 我们很难很难真的相信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 亲自证明有比较好 其实很没有说服力的 虽然佛经里面讲 黄金为地 流灵为死 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可 为什么各位你不去 为什么 我还活着耶 我等到死了我会去 为什么等到死了才要去 为什么不要现在就去 也去不了你知道吗 是不是 佛菩萨不来接我啊 我有什么办法 是这样吗 可是你相不相信 阿米哥哥很慈悲 如果你现在叫他来接你 你是真心的 他一定会接你去 偏偏 你有真的真心吗 你有真的想不去吗 这个是问题耶 这是问题耶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注念 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 知道注念比较好 那你去念是没有力量的 睡死比较多 所以我就啊 注念注念 只有我一个醒着 全部人都不知道 魂魄飞到哪里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晚上十点到隔天六点 这个时候就是 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啊 是不是 是睡眠比较重要 还是死人比较重要 这个是问题啊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 知道这个时候很重要 你就会说 可不可以我睡宝再来帮你念 有没有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 你是要随着你的洗衣器 我们的洗衣器就是这样啊 这时候我就是每天都是睡觉 我一定要睡 要不然不睡不行 我就起烦恼 什么都不能做 头脑一片空白 有没有 那个就是洗气啊 可是你怎么会这么会死 死在这个时间 怎么会这么厉害 这是很聪明的时间耶 因为这个时间所有的人都没事 是不是 所有的人都没有事 你如果真的 真的有 那他这有福报 因为很多不认识他的人 都去帮他念 二三十个 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 凭什么他可以有这么多人 帮他助念 这么好 上次娟娟的爸爸也 那个时间 太厉害了 洪正人有跟我去 真梅有跟我去 对不对 真梅跟洪正人 两个人 为什么会手 跟着师父奋斗一个晚上 因为呢 思远载他们去之后 就落跑了 有没有 所以他们没有车回去 所以只好 就留在那边 就一起念 有没有 然后我就一看到 洪正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他就是很乖 然后他就是一直念念念 念到呢 突然念到一半 然后他就 然后呢 后面就一下子就 拖拖 哎呦 这中间会有中断 哪一段时间不见了这样 这表示呢 他的那个神神魂 已经不知道跑到飘到哪里去 可是呢 诶 很有趣 就是他的意念一直在持续着 在那个地方念念念念念念 好 好 那 娟娟倒了 他自己的爸爸 他自己都倒了 有没有 啊为什么倒了 因为他前面已经累积了几个月 真的是很辛苦 的确是很辛苦 好 那其他人呢 全部跑蹦光 他妈妈还出来说 小小的 不要那么大小啦 要跟他吵 是不是 他妈妈是很客气的人 所以怕街榜邻居 给人家吵到这样 半夜在那边念佛很恐怖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这件事情就 我们就会想 到底到底要 要怎样才会 说服 这一辈子都没幸福的人 一辈子都没有幸福耶 就这个时候耶 好 所以这件事情 你说不要以为 往生的人就一定要去耶 平常都没有在信他 凭什么 他要信 因为这件事情是要证明 证明 证明 那没有证明 你怎么 口说无凭嘛 所以我们呢 叫做见见非见 你认为很好 你确定嘛 那也只是你说了算 有没有 所以真心跟忘心 在看待这个因缘的时候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表示这是忘 不一样 表示是忘 如果是真的 就是什么人都一样 什么时间都一样 不管换到什么时空 什么背景都一样 那个才是真的东西呀 那是真的 但是如果呢 只有你说了算 别人不这样认为 那就表示他不是 他是假的 因为他会随着 不同的时空而转变 那个就是忘 那如果是这样 这个世间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没有嘛 只有真心是真的 好 连我们自己的想法 5岁的想法到15岁会改变 15岁想法到25岁会改变 35岁的想法到50岁也有改变 所以表示 你所认为的真实的想法 我真的这样想 我真的好想 也不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 可是他认出 那这样子我要出家 我很想出家 我很想休息 也是假的吗 有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是假的 是不是 所以他就 重真迷闷 又渐渐飞渐 重真迷闷 所以第一个 前面已经再听不懂了 后面 那我到底要相信什么 是不是 重真迷闷 就开始觉得迷糊掉了 模糊了 以前我们只要相信因果 好 但是佛法他不要只有我们相信因果 因为你一定要不是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看清楚 你要知道 知道因果跟相信因果不一样 相信因果你要 你就相信说有一个东西在控制你 你就跟着命运走 知道因果的时候你会知道原因在哪里 有没有 知因事果 知因事果 你会知道怎么去改变它 如果不是相信因果 不是知道因果 有人说你的前世怎样 你这一世确定就是要重复 你就只是一直重复你素世以来的习气 那个叫罗魁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前世啊 我为什么要去认识前世 就是我可能要重复 前世是贵人 这一生又是一个贵人 前世是仇人 这一生确定又仇人 是不是 他就会一直重复 重复只是一直同样的戏码又在上演 干嘛要一直重复演 你就是做了重复的事情 你不厌烦吗 我们来学佛就是我要改变 因为我现在知道因缘果报 然后我要改变 就是要改变 要跳脱出来 所以呢现在呢 诶 佛陀他 阿曼他看不懂嘛 听不懂 佛陀他说什么 他说他换一个方式讲 前面讲显见是心 显见 显见这件事情呢 我们好像有一点明白自己的心 我常常也知道 学佛都在修这个心 可是我们看了几十年 这么多人在修这个心 可是你真的 你看懂了经典 你明白了经典 然后你有沒有改变了你自己 好像也没有 只是多明白 只是啊我懂了 有改有感动 可是我们的喜气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命运 不见得你能够改多少 有没有 你改多少啊 不好改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知道他的因缘来处 所以呢 接下来佛陀他就讲哦 他说三百二十八页他就讲哦 乳虽强迹 但义多文 有没有 你虽然 有没有看到这个 乳虽强迹 但义多文 就是你的确是读很多 写很多 这个文字 然后你也背很多经 但是呢 他就是增加你的知识 增加知识 增加知识做什么 我们常常也问啊 我很会讲经没有错 可是我很会讲经 也只是增加我很会讲经 我学识丰富 不表示我很会修行 我没有很会修行 我没有很会修行 因为我只是 在这个讲经的这个领域 我很会讲 因为我重复讲 一百遍讲两百遍 你一定都很会讲啊 是不是 好 各个机会一直不断讲 好 从出家以来一直这样 这样 20年你不会很会讲 你也很离谱了啦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那只是熟练 可是 我们有没有 因为修行 而真正的改变自己的 个性啊 习气啊 处事风格啊 说话的方式啊 可能几十年就还是那个样子 有没有 是 哎呀师父 因为现在现场没有人 只有传产认识师父 还没有出家前的样子 所以他可以见证我 有没有改变嘛 可是事实上呢 他其实也不太认识我 是不是 他出家 他只是好像 好像有认识我这个人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有一个法师说 师父 你要不要帮我写个序 他就把他的书拿来 你说你认识我嘛 他说我认识你啊 我说你真的认识我嘛 他说我认识你啊 我说好吧 那我就写序 这样 为什么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竟然说认识我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是很多 我我也认识 我也认识郭台铭啊 所以我也认识郭台铭啊 是不是 习近平 我很熟耶 有没有 我很熟啊 我知道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啊 是不是 唱歌很好听 是不是 这个是真的认识这个人吗 是不是 我们认识的人 是真的认识那个人吗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认识人 最大的荒谬就是我们真的 自以为认识自己 有没有 结果我们有真的认识自己吗 你认识的是哪一个自己 是真的自己还是假的自己 都不认识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看 达摩祖师是不是很厉害 梁武帝说 对正者谁 谁对着我讲话 他回答什么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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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惹毛了 有没有 因为梁武帝问他什么 我做这么多事情 有没有功德 他说毫无功德 有没有 他就说你知道 你是谁吗 你斗胆跟我讲这种话 我是对正者谁 你对着我 你是谁 他说不认识 他说我不认识我自己 好很潇洒 可是呢无法沟通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他在讲什么 所以最后他就去面壁了 有没有 他说这世间真的没有一个 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没有人啊 所以我们都需要认识一个假的 彼此之间互相认识 就这样戴着面具过一辈子 有没有 好 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它拆开拆开拆开来 你才看到你的本来面目 很难 不一定知道 我不一定真的认识你自己 所以他就讲 你虽然抢忌 但是只是帮助你增加知识 并没有帮助你发菩提心 并没有帮助你增加你的自我的认识 你没有更认识你自己 好 余思摩他唯秘观照 有没有 生活他就是你的心的本体啊 你对于自己心的观 本体你没有办法 心由未了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真的去认识到你自己 真实的本来面目 有吗 有吗 所以呢 他说我现在呢 再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让你认清楚你自己到底是什么 所以前面呢是大概十番显见开始 其实前面的显见是心 显见不动 显见不灭 是不是比较看得懂 然后开始到后面 什么显见离见啊 显见超勤啊 不知道在说什么啊 有没有 所以后面就越来越看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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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真的要抽丝剥茧 一直不断不断的去否认自己 否定自己原来的认识 推翻自己原来的习惯的时候 开始就遇到困难 修行最困难的就是自我面对 自我挑战 自我剥离 自我分析 自我分解 自己找自己麻烦 是不是 你说啊 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很讨厌的人 让我们去修忍入 你好修 到最后呢 你要面对你自己 然后要把自己的 你以前的认知 全部都说不对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你其实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办 那现在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问题啊 我以前很认真 很努力 写了很多笔记 我也背了很多书 这样子也不对吗 就不对啊 就不对 所以他就讲 330页 佛陀现在在讲的一件事情 他说 我们整个最根源的问题 一切众生轮回世间 他是不是开始讲 我们会轮回 因为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哪两个 两个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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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旺健 又叫做健旺 旺健 对不对 好 那这两个呢 下面就讲 当处发生 有没有 当夜轮转 这个地方很难理解 当下这件事情 当下即是 有没有 什么叫当下 所以当你要讲 我要改变轮回 我要改变轮回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 你去讲昨天的事 讲前天的事 你跟这个人产生冲突 我们每次没办法解决冲突 因为我们都在翻什么 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我从认识你以来 你就对我怎样怎样 好啊 你又客气了 就无解 真正要解决问题说 你 我 我们要不要解开 我们要不要解套 好 如果要解套 从此不可以说过去 你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 好 无解 我们最痛苦的就是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把自己绑住了 我们是不是被自己的轮回 你的习气绑住 我们被自己的前世的习气绑住 前世的惯性绑住 因为那个叫做习 什么叫做习 我们是不是有讲 你每天照三餐吃饭 照三餐吃饭 照三餐吃饭 练习一个礼拜之后 你下个礼拜就会照三餐 怎样 时间到了就会怎样 想吃饭 想吃 自然就会有那个惯性出来 好 那你可不可以 你看我们讲 刚刚讲这个注念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都是十点开始 进入想睡觉的状态啊 你的心里面不管有没有要睡觉 你都准备要睡觉 因为那个叫做生理时钟 变成生理的本能 有没有 好那今天突然之间 你在这个时候不能睡的时候 你要跟什么对抗 你就是在跟你的习气对抗嘛 你的习气强还是你的决性强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说生老病死 是一种惯性嘛 你一定要这样慢慢的衰老嘛 因为如果就业力的法则来讲 我们就是有生一定有死 生灭嘛 所以这个法则是不可以推翻的嘛 那佛法到底它改变什么 它改变的就是这个当 当下 它告诉你夜从何来 夜从当下开始 不是昨天 不是前天 不是他过去 把你杀了一刀 所以你这一生就一定要杀回去那一刀 我为什么会想要杀他 因为我在那一瞬间起了一种无名 我有种冲动 那个冲动呢 要让他合理化 就要 因为过去他杀过你 所以你看到他一肚子活活 我一定要让这个杀成形 有没有 可是你可不可以停止 你说奇怪 我有佛性的人 我为什么要起嗔恨心 不管什么原因 你只要问你当下 你是起恶念还是起善念 你可以自己决定 不管什么理由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都说 因为他害我那么深 所以我一定要恨 有没有 我一定要气 我一定要怨 我也不甘心 所以你就被绑住了啊 我们一定要被绑住吗 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 这个中间 要在当下这件事情 你就会迷失 所以所有的过去的发生 只是找来支持你当下 起烦恼的理由而已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说 我再也不信任别人的 因为我被骗很多次 是不是 骗很多次就表示你这一次一定又遇到骗子吗 这是一定吗 我说奇怪 我怎么每次都遇到不对的人 那你要反省什么 你要反省 为什么那些不对的人都要找上你 是不是 你就检讨不完了啊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对啊 有没有 那你要检讨什么 我怎么在哪里都没有 我怎么在哪里都没有 哪里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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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赶快把你的哪里都拿走 你要想什么 就是 那我可不可以说 原来我戴到这个眼睛戴错了 没有聚焦 有没有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赶快把它拿开 可是拿开 会不会还有过去的阴影 是不是 因为拿开之后 我终于看清楚了 可是我的阴影是什么 我每次这个眼睛都看走眼 即使现在是正常的眼睛 我还是怀疑我会看走眼 有没有 我还是觉得我会看走眼 所以呢 等到你真的看清楚了之后 诶 每一次我都是错的 所以呢 这一次即使看清楚 我还是觉得 他应该是错的 所以就反而把对的 又改成错的 有没有 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当初发生 当夜流转 我们能不能够 归零 你不要问人家要不要归零 你就要问你自己要不要归零啊 你不归零就没有用啊 没有办法重生啊 是不是 我们没有办法重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有 过去的记忆 因为我们对人都有成见 有没有 我看到娟娟 这娟娟一定又迟到 诶 今天呢 竟然没有迟到 什么原因 因为我迟到 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很搞笑 所以 诶 那时候可能是 可能不是对方改变 是因为我改变嘛 有没有 是我改变的啊 是 今天真的很早大 今天真的很早大 真的很早大 OK 是是是 所以你看 因为录影了 真的 哈哈哈 所以 所以 的确实真的很荒谬 就是有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纠纷 其实到最后 我们只是坚持一个感觉啦 坚持我心里面对一个人的成见 其实他已经改变了 你还是只不承认 为什么 因为我为什么要去 要去推翻我对你的想法 人都有我值 都认为我看的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让真的 让自己的过去 不要来影响你的现在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们的望见从哪里来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看透 看透 好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 你的过去 我来不及参与 但是现从今以后 你的人生当中有我 只要有我就会 一定要不一样 是不是 严长寿是不是写了一本说什么 世界因你而不同 有没有 因你而不同 好像是类似上这样子 因你而不同 的确我们自己要有这种心 因为我们学佛了 如果因我们的出现还没有改变的话 那表示这一个局跟我们无关 我们没有影响力 你可以不用在这边 我也可以不用在这边 因为有我没有我都没差的话 那你就算是一个路标而已 有没有 可是如果呢 我们现在掌握了 它一个很重要的 改变的重点的因素 你就要舍我其谁 是不是 要舍我其谁 所以他就讲 当处发生当夜轮转 好 当夜轮转 然后接下来呢 哪两个 来 331页 它讲什么 一个是别 别叶跟什么 同 有没有 别叶跟同分 有没有 一个别一个同 你看这两个人 他的眼睛是正常的吗 正常 他的眼睛是正常的 他的眼睛不正常 对不对 他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闪光 好闪光 所以有五圈 有没有 可是呢 他看到的时候 他觉得他看到是对的 然后这个人看到的时候 他也觉得他看到的是对的 因为他没有人能够跟他比较 是不是 可是我们可以描述我们看到的 我看到一个圈 你看到几个圈 我看到五个圈 你为什么只看到一个圈 你的眼睛有问题 有没有 好 那事实上是谁有问题 是五个圈的对 还是一个圈的对 五个圈的对 还是一个圈的对 对 请问这个蜡烛几个圈 他有没有五个圈 没有啊 他没有五个圈啊 可是他看到的就是五个圈圈啊 好 五个颜色 有没有 好 代表什么 五蕴有没有 色 受想行事 有没有 五蕴喔 好 那现在呢 至少还有一个人看到对的嘛 没有圈圈 他就是一团光而已 没有颜色 是不是 好 观世在菩萨行僧波尔 波罗密多时 怎样 照见什么 无印尖空 空都没有喔 可是呢 他说有啊 有五圈啊 有色受想行事 有没有 所以不空 好 所以一个是众生 一个是抉择 有没有 他看的都是 那你至少还可以对应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因为佛陀看到的 跟我的 互相对应一下 结果佛陀看到这个世间 是净土 结果我看到是寿佛事件 我们看到的结果不一样 有没有 观察的结果 然后佛陀观察 喔 娟娟会成佛 我观察是娟娟 不可能 那这样的 到底要听谁 听谁的 有没有 所以这时候有两个不一样的 答案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 你可以选择 要听谁的 那佛陀他不会因为喜欢你 然后就顺着你的话讲 因为我们通常会这样 我喜欢这个人 然后你就 你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样 怎样 我们就顺着他的话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有没有 我们就巴结他奉承他 让他很开心 有没有 那天我的老师去找 娟娟喝咖啡 然后呢 他非常惊讶 娟娟就叫他 要来上课 他怎么有可能 他可能会想要来上课 不可能嘛 是 是那个蔡伟源说 娟娟我们打个别先回师父 如果他可以猜出 你在跟谁喝咖啡 我就去上课 他就要来上课了 你知道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他非常惊讶的是 娟娟竟然说 要打电话给建慧法师 说要请示 他这一辈子呢 没有听过 谁打给谁 竟然要请示 这两个字 因为不知道师父 有没有在上课 有没有在忙 我说 建委等一下 我先请示一下师父 可以不可以打电话 然后他非常适耳的是 他听到请示两个字 觉得非常不舒服 通常都是人家请示他 怎么会有一个 请示他的学生 好像他的学生 比他还要重要 还要伟大这样 那你说 欸 你看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直觉得 他想的是对的 有没有 然后别人呢 都是要认同他的 可是 我们有完全都对吗 这件事情很恐怖 当你都认为自己 怎么想都是对的 你已经是一方大主 一言 这个可以一言堂 所有的人都要听你的 那这时候你完蛋了 你已经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你没有办法再进步了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再进步 好 所以我们学佛 其实要让佛陀用他 非常公正的角度 来看清楚这个世间 他看到的是真相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有没有 我们常常对这个世间 对这个人观察作物 因为我们会用我们的情绪去看这个人 我们会用我们的感觉去看这个人 我们会用我们的喜好去看这个人 可是佛陀呢都没有情绪 没有想像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好恶 他就是非常如实的去看这个人 有没有 好 我今天讲那个怀言经 怀言经的菩萨到发光地的时候 发光地的菩萨 他有什么功能 他就是很有智慧 所以发光有没有 然后他就会观察如实 如实之他有神通 他有他心通 那个他心通是什么 真没有贪心 对如实之有贪心 就如实之有贪心 诶 真梅今天呢 有称心 就如实之有称心 诶 真梅今天呢 没有贪心 如实之没有贪心 他今天没有愚痴很有智慧 就如实之很有智慧 没有愚痴 如实之是什么意思 真相 所以就是我就是知道 知道就是知道 有没有 可是我们 我们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如果有他心通 好 真梅就发现 其实思远没有他嘴巴讲的 这么爱我 就说你会怎样 就是说你嘴巴说的跟你心里面想的 你会透视到他的心 结果发现你不是我 我看到你的贪心 你对我好原来你是有目的的 你会怎样 原来你对我好不是像你嘴巴讲的 因为我喜欢你不是 你是想要利用我 你看到他的贪心 你看到他的不老实 你看到他的虚假 好 那这时候你会怎样 伤心 是不是 你是不是会有情绪 你是不是会生气 你是不是会对这个人有评价 贴标签 原来他是都是假的 原来他讲的话都不可套 不老实 原来他怎样怎样 有没有 你是不是 你不能够如实之 因为我们会对人有分别 有没有 然后说我们看所有的人 哇 你看 真的每一个人 都很有智慧 你又会喜欢这个人 可是菩萨呢 哦这个人好有智慧 秀文好有智慧 他说哦那就是很有智慧 他不会因为秀文很有智慧 我就爱上了秀和 你要想这个意思吗 如实之是没有爱恨情仇 可是我们呢 有了知道人家的心 读心术 然后就开始爱恨情仇 你是不是被控制了 被那个你的知控制住了 障蔽住了 有没有 所以你没有办法清楚的判断 要怎么做 好 那现在呢 欸我们被蒙蔽了 蒙蔽之后呢 你需要有一个清楚 看清楚事实真相的人 来跟我们对照 我们的差距这么多 差距这么大 有没有 所以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我们的善知识 他要不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都看错 有没有 可是人要不要接受 我跟你讲你看错了 那如果他坚持他看的是对的 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有没有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们这次去泉州 有一个女孩子跟我们做同一桌 那个人呢卖酒的有没有 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啊 他现在很有钱 然后他是卖酒的养酒 进出口 所以他他就是个名流 然后通常卖酒卖红酒 就是很高级喜欢品酒 通常就有这个俱乐部有没有 好那 欸卖酒在佛法里面是什么业 是正常的职业 但是是不清不清静的职业 有没有合法的职业 但是不是不清静的职业 为什么 因为五界里面 这个世间有这么多的禁忌 佛陀都不禁 只有禁五件事情 他就五分之一就中奖 有没有中标 那为什么佛陀叫我们不要喝酒啊 全世界大家都在宣传喝酒这件事情 而且还做了非常多的广告 来提高喝酒的人的身份地位 通常都是有钱的人 才有办法喝得起养酒 而且通常都配一个美女 有没有 那表示呢 这个酒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跟代言 有没有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要 这个用高脚杯喝Whisbee呢 是不是 那你要演Whisbee的时候 就找那个工人 在那边 有没有 所以呢 所以你看 串联是不是不一样 你有看过哪个建筑工人 是喝红酒 然后去扛这个钢筋吗 通常没有嘛 所以你看 你是不是 慢慢慢慢就被 被置入性行销 你就认为 喝酒是一个高贵 贵族才会做的事情 有钱有闲 有没有 而且还要拿个那种杯子 然后还要这样摇 还要这样摇 有没有 然后呢 喝一口 还可以慢慢慢慢的品尝 还要什么 慢慢寒在嘴巴 然后还怎么吞下去 然后又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你很高贵吗 结果呢 这个人呢 他因为是家里面在做这个事情 他先生在做 他现在也很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 然后他就 可是这女孩子有点善根啊 他成立了一个会 叫做金刚波耳会 金刚波耳会叫做 就是念金刚经 有没有 念金刚经 然后想要研究波耳智慧 好 那结果他所从事的行业 就是在蒙蔽别人的智慧的行业 因为酒就是 酒的果报是什么 愚痴 无智嘛 喝酒嘛 那为什么佛陀叫我们不要喝酒 因为叫我们要保持有智慧嘛 一切智人 有智慧的人是清醒的 是有决性的 然后喝酒这件事情会让我们蒙蔽 会让我们迷失 酒后乱性嘛 是不是 所以 那为什么所有的界里面 其实老师讲 葡萄啊 高粱啊 都素的啊 都素的啊 很多人说 酒是素的 为什么不能喝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五界里面 很多人都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 持那个喝酒 因为我要应酬 我要做生意 还有 喝酒健身嘛 有没有 保养 有没有 所以有很多人 还有保暖 有没有 所以很冷的时候 要喝个酒啊 可以保持热量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理由 就是一直要为酒来做脱醉嘛 但是佛陀呢 他很严格 他讲喝酒有三十六种过失 三十六种耶 他还可以举那么多种过失耶 好厉害喔 好 那为什么 这个是很冲突的 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信仰 最根本的信念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有智慧 没有 结果这个酒直接就是伤到那个智慧 但你没有智慧就是他 那这样怎么办 他就是两个是对立的嘛 没有办法权衡啊 没有办法说喝一点点啊 无伤 没有 他佛陀没有这样讲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那个 这个素媚评生 然后我们又知道他的职业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嘛 就因为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这个在社会上的人 都这么称赞这件事情 然后事业又做得很成功 那也都给他一个足够的那种很 很好的一个回馈 就是这个成就感是足够的嘛 然后社会地位 伴随而来的这些友伴 全部都是名模嘛 是不是 那你说要怎么去讲 讲不出来 我们法师也不一定讲不出来 因为交情延伸啊 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就直接跟人家说 你这个业障这样 不可以啊 不敢啊 我们也不敢 所以你要得罪人比较快 你只要随时都讲一些真话 你就会得罪很多人 结果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非常勇敢 不是我们台湾的居士 那个就有一个大陆的居士 他自己学过学很久 他就跟他说 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 不管你从事这个行业怎么样 就是因果就是不能够 就不虚嘛 就是因果嘛 就因果这两个字 你如果真的要有智慧 你一定要接受因果这件事情嘛 不会因为你有什么理由 你就可以没有因果嘛 这事情就是有因有果啊 就只有这样讲 结果那个女孩子竟然怎样 没有生气耶 她只是 蛤真的吗 那怎么办 那我要改行 她竟然这样讲 我要改行耶 有没有很有善根 有啊 救了一个人耶 好神奇喔 怎么会有人会愿意 为了因果两个字 然后我要去改行 为什么 因为她其实 当你看到她追求的叫做金刚般若共修会 你就知道她心当中 其实是渴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只是不知道路在哪里 有没有 所以有没有机会 有啊 因为她在做的事情 她本身 这个事情的本身 她就会引导让她开始 接受别人给她的肺腑之言 讲真话 老师讲 讲真话的人 你愿意接受 那个人是有智慧的人 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听真话 他只想听好听的话 有没有 那你说鱼翅啊 鱼翅一辈子啊 我们你可蒙蔽在自己的想像当中 我们也不想要去看真相太痛苦了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欸这里面呢 就来了 这个人是看到 看清楚事实 可是你怎么让对方知道 所以这叫别业嘛 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那就要看 你是相信我 还是我要被你 就是被你变不信任 是不是 讲真话你要看缘分啊 有没有 那我们发现缘分不够 信任度不够 讲真话没有效 可是呢 通常他会跟你有这么善的因缘 还是很难讲真话 了解吗 其实很难 因为讲有时候真话很伤人 他就是没办法改 他走不出来怎么办呢 所以你骂他也没有用啊 除非他真的有一天他真的自己开窍了 这很难 很难 好 所以呢 欸这个是别业忘记 就是有人看错了 有人看对了 所以各看各的 有不同的结果 好 但是还有一种叫做同分 对不对 好 同分是什么 这两个呢 刚好都一起看错 有没有 所以 欸 娟娟你帮我看一下 那是不是五个圈 娟娟说 对 对五个圈 所以你们两个一对照 啊 确定就是五个圈 一起看错 有没有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这样 欸 你明 你下辈子会不会轮回 会 我也会轮回 所以我们下辈子 确定会轮回 有没有 好 有没有 因为这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是轮回来的 所以我如果要调查 会不会有轮回这件事情 是不是 确定每个都是轮回来的 所以我就确定真的是轮回 有轮回这件事 因为没有人成佛啊 哪一个成佛 是不是没有嘛 所以所有的人都相信的事实 是事实吗 那个只是刚好取样不足 有没有 取样不足很好笑 我们以前在还没有推法研金的时候 我们就去市场调查 说你要不要 你需不需要法研金 你需不需要法研金 你想不想读法研金 结果答案就是没有 就大家都不要读法研金 因为太多 是不是 台湾的法师说 没人要做这个啦 还是就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 那我们不要印那么多 我们就印刚刚好就好 有没有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是因为我们只有在 少数的范围里面调查而已 而且调查的对象是居士 真的没有居士在读华严金啊 百中选一 有没有 根本就很少 结果你去中国大陆 你去韩国 你去看人家道场 每个道场都在送华严金 所以是我们自己没有调查正确的市场 我们调查到没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说过世界的每个人都来轮回的 你为什么还要去问人家的意见 所以你要受戒 你要问持戒的人 还是要问那个没持戒的人 你要问没持戒的吧 你要问说 欸太太 我们两个去受戒好不好 他一定会跟你说 不可以 为什么 你想清楚啊 怎样想清楚 你犯戒怎么办 有没有 你犯戒会去地狱 结果你问了谁 问了在地狱的人啊 是不是 他已经去地狱了 所以他就会跟你说 你会来地狱的 你怎么可以受戒 不可以啊 有没有 取样不足啦 所以不要乱取样啊 你要问 你有什么不来问师父 你有什么不来问我 师父你一定叫我们去受戒啊 我们当然知道啊 都没得商量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没得商量 是 我们就是这样啊 你真的要取样 你不能够只问志同道所得 你要问跟你相反意见的 跟你看到的不一样 要不然英雄所见月同啊 有没有 他也看错 你也看错 你两个人看的都一样 你会相信你看到的是对的 你会以为你看到的是对的啊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 谣言到最后已经变成怎样 大家都这么做 所以你就跟着这样做 因为大家都一样啊 你以为是对的啦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你以为是对的的时候呢 他其实有可能是同分忘记 一起看错而已啊 你们一起看错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讲了 有一个 叫柏角的小镇 有没有 永远没有放那个 没关系 没关系就这样 好 这个人 他在这个小镇里面 有没有发现 大家都断腿 断脚 断手 有没有 断手断脚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看到一个人 是不是 因为有一个女孩子 穿到几乎都没什么穿 是不是 就在上面那个晾衣服 有没有 而且晾内裤 有没有 晾内衣 有没有 哎呀 你看到这个景象 你有没有觉得 不知不觉就被吸引 有没有 所以当你往上一看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脚下 有吗 没有注意了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不早讲呢 好 那你到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恍然大悟 有没有发现 断腿的是男的女的 什么都是男的 什么都是男的 有没有 所以这是不是叫做什么 天下乌鸦 怎样 一般黑 大家都会死在同一个地方 是不是 什么地方 就这个地方 有没有 你看喔 他要摔 怎么会摔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摔过的人很坏 他也不告诉你 那个地方要小心 有没有 是不是刚刚那个小孩子 是不是时间到了 就要坐在那边 准备看好戏 有没有 这个是人的喜气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跌倒了 我就不甘心只有我跌倒 要死怎样 就大家一起死 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好心 说去制止一下 有没有好心 制止一下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 通常都会 一直重复的 做同一件事情 从同一件事情 有些人跟我说 他们那个巷口 有一个三兄弟 三兄弟 三兄弟都是智能不足 其实当第一个智能不足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生第二个 为什么还要再生第二个 还生到第三个 然后三个都智能不足 有没有 那人是不是 没有办法停止 延续你的这些因缘 你说就都叫别人不可以 可是当我们遇到自己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够制止这个不可以发生 有没有 我都知道不要轮回 可是当我遇到要轮回的因缘的时候 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停不住这个轮回 有没有 为什么 就是你找到让自己轮回的理由 因为大家都这样 你不这样子很奇怪 有没有 所以叫同嘛 所有的人都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一种从众行为 难道当婚女大当嫁 有没有 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观念 你时间到了你不这样子 你不是很奇怪吗 有没有 那 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跟大家一样的人 如果这条路都是错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一起走 重蹈覆辙 明明这条路就不对 我们就偏偏就要叫大家都要去走这条路 不走的就被当成异类 有没有 所以佛陀呢 他出家 他出家 他是不是异类 他真的是异类啊 他遇到这个贫婆梭罗网 那个贫婆梭罗网 看到一个修行人 他觉得这个人气与非凡 然后那个气与非凡的 那个那种气质 一看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人才 贫婆梭罗网就跟他讲 他说你要不要来辅佐我 我们对分天下 我分一半天下给你 我们统一一起当王 你这种人才修行太可惜 他是这样跟他讲 修行太可惜了 是不是 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玄壮大师 是不是一个人才 所以那个印度的国王就说 哎呀 你这个人才 你要留在我们国家 为我们 争光 为我们 我重金礼命 是不是 我可以请你做重要的国家元首 做首相 做什么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 这个奖品 很多的奖赏 这国家都分你一半都没关系 天下对分 他不要啊 佛陀也不要啊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佛陀做的一件事情 是别人都没做过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他敢做 他为什么愿意做 他为什么要做 所以 他的仆人跟他讲 人一定会老 一定会病 一定会死 这是不可改变的 每个人都一定 但是他为什么 不愿意接受这个必然 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必然 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必然 他就听佛罗罗王说 他说如果我要当国王 我在我的国家就是王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对分天下 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还可以对分天下 有一个人来说 他说师父 我们 这个 你可不可以 跟观世音菩萨祈求 然后呢 我们去买乐透 然后重的乐透我们对分 是不是 重的乐透我们对分 可以吗 好不好 要吗 好 第一 这个说要跟我对分的人 会不会对分 他如果真的重的乐透 他会不会对分 他不会对不对 他不会对分 好 第二 如果我知道浩莽的话 我为什么要跟你对分 我就自己去做就好了啊 我干嘛对你那么笨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搞笑啊 好 有贪心的人 他不可能跟你对分 你如果有那个福报 你重的 你也不会要跟人家对分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个瓶婆说的王跟佛陀讲 我这个整个国家跟你对分 这么大的诱因 你为什么不动心 因为佛陀说 如果我要的是天下 我自己就有天下了啊 而且算命的跟他讲 他就是转轮圣王的命 统一天下的命啊 他是有这个命格的啊 他有这个福报啊 他有办法的 他为什么不要 他为什么不要 好 所以呢 他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他没有人走过 他没有 他不是说看到前面 出家比较好 所以他就跟着去出家 没有这样啊 没有人做过 他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路 你怎么敢走 有没有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得到答案 你这一生的选择不是太 就怎么办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家人 你怎么对得起你这抛家弃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当我们在一个共业因缘的时候 大家都跌倒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做一个不跌倒的人 然后跟人家都不一样 我为什么要跌倒 所有的人都栽在同一个地方 我为什么一定要栽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我一定要这样做一个这样子的人吗 这是同业啊 同业有一种可怕的业力 因为大家都要一样 是不是 这个社会告诉你 一种共同意识 叫做习俗既定成熟 你就是生为皇家人 你死就是皇家鬼 有没有 他就用一个帽子给扣上 用一个传统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要这样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这种传统 有很多这种 因为大家都怎样 所以你就要怎样 这叫共业啊 好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就在这个共业当中 可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看清楚 它其实是大家的妄念 已经造成的一个结果 只是因为你看错 我看错 全部通通都看错 所以你就以为这个错是对的 没有人规定错是对的 你要看清楚 所以为什么学佛 学佛让我们看清楚 原来我们不见得 我们最大的荒谬就是 我们会轮回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要轮回 谁说的 谁说的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难道不轮回吗 我们石头蹦出来的吗 但是真的有一个方法 可以跳出轮回路啊 只是你要不要相信而已啊 所以你看 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受苦 所有的人都一定要轮回 可是呢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看清楚 说国世界 诸有漏国及诸众生 都是什么 和和忘生和和忘死 都是虚假的病源 原来都是看错的结果 就是因为你看错 我看错 所以我们就以为这是对的 就五个圈圈 五个圈圈 所以就以为是对的这样 好 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部分 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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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 一张才是有缺的 是 阿伯也喜欢吗 以后你更好 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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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等什么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我如果一直在这边 你们就都不会出家 所以我要跑远远的 让你们要来 所以有一个人说 师父 我要 他在亚特兰大 然后他就说 师父 我从去年 因为我去亚特兰大上 今年 年初 上完课之后 他就一直 就在往路上 一直重新唤起 他以前 学佛的那个热忱 然后他就说 可是呢 他曾经皈依过 皈依了 那个什么点传师 他都不认得 我就突然想 这个人是什么道 不是佛教 有没有 你知道吗 他说我修行了44年 然后呢 可是我当初的点传师 都不认得 我就想说 他确定他是佛教徒吗 他竟然就是 称呼点传师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可能很多人 是佛道不分 所以他就 他就说 他可不可以重新皈依 他希望我能够去 美国为他皈依 去弘法的时候 为他皈依 我就很想跟他回说 我不收皈依弟子 我只收出家弟子 你知道 我皈依 其实很多人说 欸 为什么不是皈依建婚法师 我说因为我不收在家弟子 我没有 没有再收在家弟子 很少 很少 除非有些特殊姻缘 那你今天真的要想修行 其实老实讲 出家是一个选择 但是出家要选道场 的确是要选道场 道场也不一样 道场的道风不一样 会决定你出家之后 你会遇到什么事情 你会做什么事 所以我常常会问说 那你为什么想出家 你想像的出家之后的生活 是什么 最近有一个君士他就说 他觉得可以读读经啊 我心里面想 想得没 他就说他就是喜欢读读经啊 然后他可能想像就是那个 风炎斩疏毒有没有 捕到照颜色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悠闲这样 那可能就会有一点差距 有点差距 然后想像他就 反正他就要去 我还是考虑了半天 因为我去在厦门的时候 他还把那个电话说 敬畏师我一直等你的消息 你都不跟我回答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都没有人通知我 我就想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出国 你就硬要一直问 所以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让他去 他现在住了一两个礼拜 适应不适应吗 不知道 他每次问他适应了没 他说这样 然后就一直便秘到现在 紧张 他一辈子见过大风大浪 见得太多 可是突然要出家 发现都没有任何经验 所以不自觉的紧张 然后他就说 我不知道我会紧张耶 因为那个人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竟然他出家的适应这个过程 他竟然紧张 然后我就发现我是那个紧张来源 因为我一出现他就这样子 很紧张 所以我就想 我还是不要在家 他就常常就很紧张这样 然后师父一回来 他就哇很紧张 然后师父一出现 他就赶快跳起来 我想说哇这样子很难 跟着师父出现 你会紧张到昏倒耶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修行有成就 那的确师父的经验 刚好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但是呢 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 你不一定会遇到像我一样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选择也都不同 但是你说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试试看 如果你有想像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看 但是那个试试看是要至少半年 因为有的人他才四两 两个礼拜 那个都不能够 那个就取样不足 因为你没有经历 就像我们常讲说 你要住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住的对不对 你至少要经过春夏秋冬 你才会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地方 有没有 至少要经过一个循环 所有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然后你就发现 嗯 这就是我要的 所以佛陀说 我们要出家要适应 要两年 有没有要两年 那两年呢 如果你的适应状况很好 那可能不用到那么长 但是基本上呢 是两年比较安全 因为该发生的都会发生的 然后你还是觉得 嗯 这件事情是 我很清楚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家 那这就可以 可是喔 其实这个是很好笑 因为修行还要适应两年 结婚都不用适应 有没有 结婚就来不及了 有没有 你还不能够试婚 试两年 是 因为当你陷入热恋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等不及 我就是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对不对 那后面呢 伴随的就是一种压力的 跟责任 你就不得不了 已经都这样子了 要不然怎么办 所以呢 欸 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应该是要 能够真的很清楚啦 但是这件事情呢 不容易清楚 但是也难得 是我们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 你说修行是不是自己的选择 是 因为修行是你这一生 可以为自己做的决定 我要不要诵经 有没有人诵经是不得不的 我早上起来 我的嘴巴就自动在诵经了 有这种吗 应该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为什么诵经这么难 因为这是你想要做的 可是又拉不动自己的习气 有没有 那个习气是不用拉 就自动就变那个自动导航 可是你要诵的时候 你的决心要提起来 是不是 又要心情好 又要有好的时间 又要没有什么杂事 又要没有干扰 哇不容易 那我们通常都不太容易 说真的帮自己做很坚定的 很肯定 打死都不退的选择 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 因此我们还会一直是现在这个生活的方式 一直过到死 老实讲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这个模式一直过到死 你可以想象你的十年后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不会比较好 就是身体越来越差 然后呢 家里面的人就 诶 就是这样子 现在有的模式 十年后差不多 除非你去做一个什么奇怪的事业啦 转行啦 要不然就是大投资啊 要不然大赌博 就其实不太容易 一般人都是很平淡的就这样子 照着你现在已经稳定的规律 就这样子 忠老一生 但是出家之后可能会非常精彩 就是那个精彩是完全 怎么会这样 没办法想象 因为我自己也没办法想象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就跟自己当初的想象是有差距的 所以立场就不一样 就不知道 不知道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 我们其实真的正在讲那个同业跟共 同业跟别业 共业跟同业 那这个事情我们会很好奇 因为有君是一个很厉害的八字老师 可是我们也在讨论什么 讨论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他因为人生的选择不一样 所以他所出现的命运会不同 有没有 大家有兴趣就问他 他曾经遇到一个跟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很奇怪 你要遇到这种人还不容易 而且是偶遇 不是他的朋友里面找到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这很神奇 然后呢 我们去年有一个 今年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他来参加残妻 然后参加残妻呢 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去年第一次在马来西亚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长得跟我们金测师好像 那个气质 虽然我金测师不承认 所以有人跟他长得很像 他说一点都不像 人通常都这样 可是那个感觉就是很像 结果很神奇的是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很神奇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个性很像 讲话的样式也很像 之后的模式也很像 然后那个气质就是很像 所以我相信有命运这件事情 的确我们因为业力而在这个时间 选择在这个时间出神 没错 但是呢 有学佛之后呢 你会开始发现 你的 你面对同样的事情 你的选择 除了你过去的惯性之外 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决心在做选择 有没有 你如果顺着命运走 我们这个时候生的个性 大概就是先天的 先天的性格会养成我们的一些性 一些基本上做事情的判断 我们是照着原来的状态 我们是照着原来的状态 可是学佛之后 他会出现一个新的判断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你以前的这些惯性 不管是别业还是同业 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 都是忘记 你有没有开始发现 诶 你会开始自我检查说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我要的吗 你会去思考说 我会要一直照着这个惯性继续下去吗 这是一个问题 没有天经地义 只有你 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 我们说 我们每一步 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下一步做 做串联 有没有 你这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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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知道你会走到哪里 有时候很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不知道 你会走到哪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 因为这个无知 因为这个不知道 所以你的每一步 其实都会担心 你会很害怕你做的判断 跟所出现的这些事情会影响你的 是不是 影响你的整个方向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做决定这么难 尤其是要修行的时候 这个决定是这么难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人说 我想休息 是不是 但是终其一生就只是想 想跟实际上做 是有一个差距 可是比完全不想的跟没救了 完全不想的就是 奇怪了 我为什么都没有想 这个就不用为什么 就无名嘛 就无知嘛 是 那我们说 那你就白学佛了 我们学佛 应该是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这样 你想要找一个突破点 要不然你学佛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学佛绝对不会只是求保病而已 有没有 那的确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可是我们会反省现在有的 现在的状态你真的满意吗 我们不满意 我们要想要改变 想要改变 所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 他说 其实我们本来不知道 因为什么 他这里就讲 这里讲的其实是好难喔 来 333页 有没有 什么叫做别叶望见 有没有看到别叶望见 如世间人目有赤神 什么意思 眼睛坏掉 他长得眼异病 红色的 所以隔一层膜 导致你看到什么什么事情 全部通通都是有歪掉 有歪掉 所以夜间灯光别有原影五色重叠 有没有 就闪光 就是你眼睛是有一种病的 叫做神 这个生目叫做面神 就是一种眼病 一种病 眼睛生病 眼睛生病 所以你看走眼看错 看到五色重叠 五色代表什么 五色代表五蕴 色受想行事 所以你看到有东西 有东西 好 云翼云合 来 335页 他说 他看到了这个 请问 是因为那个灯本身就有五个色吗 是不是 是灯有五个色吗 不是对不对 那是眼睛本来就五色吗 也不是 所以那为什么会看成五色 所以其实本来没有五色 看错 就是一种幻觉 有没有 妄见 就是一种幻觉 幻觉 好 幻觉就是 有人看到有人没看到 那到底是看到的对 还是没看到的对 我们在心神病里面讲什么 这叫什么 有一个人说 他一直看到你旁边有人 有没有 我上次 我们前几天去一个那个 去泉州 然后在泉州 在那个飞机上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居士啊 他就跟我们搭一班同一班飞机 然后一直对着法师笑 然后我们一起去的那个 见办法师啊 他就 他就 他就比较客气 人家一直冲着他笑 他就给他回笑 有没有 回应啊 回笑之后呢 对方就发现 师父有理我 有跟我笑 就来讲话 因为他也是佛教徒 他也 他说师父你们要去哪里 去泉州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们要去少林寺上课 他说 哎 少林寺哦 你们上什么课 他也很喜欢上课 结果就跑来上课 上完课就很开心 他就说 师父师父 我们 我的那个 有一个共修会就在附近 他就把我们拉去 八月九点半 下课之后 还把我拉去 我们这三个师父就去 就去 他就去了之后呢 哇 他们就一群年轻人 就二三十岁 这其实跟我们笑的那个是老太太啊 六十岁了 他竟然带了一批年轻人在念佛 学佛 还有共修 这很难得 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很有善根 然后 这年轻人听到有法师去 就全部通通都来见师父啊 那我们三个师父就在那边 跟他们念心经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又带他 他就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作室 原来他是一个写字楼 然后里面呢 就很多小小的隔间 就是出租当工作室 然后他们就是 刚好这附近都是工作室嘛 所以就带我们去看他的工作室 那有的人是做网路 有人做设计的 还有一个呢 是做这个奢侈品 然后做奢侈品应该捐捐要去 因为他那个奢侈品是什么 就是那个LV的包包啊 然后他最喜欢收集包包 然后那个包包都是二手的 然后都是有名流用过的包包 然后是这个世界 全世界可能只有限量版几支 然后他就在做这个买卖 那个居士 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做买卖 然后他就沉列在这个架上 我说我看这个好像我看不懂 可是我知道那个很贵 然后听说他是岭南地区呢 是那个第一卖家 就是很多货都是别人拿不到 就是他拿得到 所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就是奢侈品的一个贩卖卖家 那我就看看看喔 这边绕了一圈啊 我说喔这个实在 我实在不能够明白 为什么有人 女孩子的梦想一辈子 就是拥有一个什么什么 有名的名牌包包 有没有 但是但是那个就是 哎呀我就看一下 然后就走回来 我就在那边开玩笑说 有没有戴安娜背过的包包 还是什么说有名的人背过的 是不是会更有价值 应该就更有价值 通常这种二手的就是要有名流用过 或者是同款 他就会更有价值 应该是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 我们就走了 建办师就跟我讲说 他说 唉 你怎么敢走进去 我我我我我我刚刚看到那个 每个包包上面都有人 哦 有没有 有没有吓一跳 我说 你为什么不讲 他就说 他说说他都不敢靠近 然后他竟然感应到 每个包包上面都有人 这样 我说啊 这样子 哎呦 因为我不太会感应到这些 这些是 我只是就是 还好我没有去碰他 有没有 因为对那个没兴趣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觉得 哦 那个 我对他们有什么侵略性 但为什么 为什么 有没有 为什么 是不是 那你你听得懂吗 哦 就是 那个包包是有主人的 曾经有的主人 他可能是 几十年前的人 然后那个人呢 他因为对这个包包 爱不释手 有没有 所以很爱 爱到怎样 他没有离开那个包包 他的那个神事 没有离开那个包包 那个精神状态 没有离开那个包包 那就是执着还在那个包包 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为什么会感觉到 我为什么没感觉到 有没有 这叫做通 有没有 什么通 你通到哪里去 好 我们美国有一个居士 他每次都会看到鬼 有没有 但是你说 与其说他是看到鬼 其实是因为他看到了 我们没看到的状态 没有看到的状态 然后他有一次呢 他是 他去 欸 学那个推拿跟针灸 因为他一直觉得 他的 他妈妈往生 他一直想要学医 然后想要救所有生病的人 所以他就一直 什么医 医术他都有兴趣去学 然后他就有一次呢 就到了那个 那个 一个推拿跟针灸的那个诊所 因为他的朋友在开 所以他就说我去学 他想要去学啦 那学呢 因为那个那个诊所呢 其实还离他家还蛮远的 所以他就 他就去学的时候呢 诶 有时候呢 太晚了 他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他就会 借那个朋友的诊疗室住 就住一个晚上这样 然后呢 他就说第一次呢 他睡的时候啊 一躺到那个躺椅 全部的人都来找他 什么人 他就发现 这些都是 曾经在这个床上躺的人 他是这样说 他说 曾经在这个床上躺的 就是生病的人 那为什么他的病不会好 他突然在当下领悟到 原来是你的执着 让你不会好 什么意思 就是我生病 我依赖那个床 我依赖这个医疗模式 所以呢 我虽然现在治好了 可是我的执着没有治好 所以我就还会需要 再回到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 来进行这样子的治疗 因为我的意识当中 没有让自己完全健康 所以病是有病逝感出现的 一种病相 有吗 所以这个 譬如说 有人说 我觉得 我现在50岁了 我应该会生病 你每天这样想 每天这样想 你会不会生病 会 就会生病 因为你的 你一直认为自己有病 一直怀疑自己有病 然后你去做健康检查 都没有病了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 是不是医生没诊断出来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身边的人 开始都在生病 可能你的祖先 或者是你家族的遗传 都有这个病 所以你就会自我意识就说 现在大家四个里面 就一个癌症 所以我应该也会有 好 然后这里酸那里痛 然后当我 这里酸那里痛 然后躺在这个病床上 我的病的概念 一直变成一种习气 一种执着 所以他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回 回诊 有没有 然后他躺下去 他就感应到 那个病人的心事 没有离开 不是这个病人往生的 这病人的那个执着的意念 还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发现 因为他记性很好 所以他白天呢 在那边看过的那些病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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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 那你说那是什么 那是不是一种幻觉 但是那个幻觉是什么 那个幻觉是 你的执着的习气 跟你的有事 有心事 你的那个事跟你的心的事 望见跟望见相感应 所以你就会互相认识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是用真心 真心是没有病相的 也没有病态的 但是我们通常都用 有病的那个心 去看有病的人 所以大家都有病 有没有 所以全部的 整个世界都是有病的世界 我们常问大家 你觉得那个人很傲慢 你有没有傲慢 其实你在认为别人有傲慢的时候 你自己是有傲慢的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别人 那个叫做傲慢 有没有 你说那个人脾气不好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也脾气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脾气不好 有没有 两个人的脾气对冲 所以两个彼此脾气都不好 有没有 好 只是有的人做出来 有的人没法做 你说这个人很贪心 你有没有贪心 你如果没有贪心 你怎么知道那个叫做弹心 所以望剑会看到望剑 望剑会相应到望剑 好 那我们望剑跟望剑 哇 永远一直互相吸引 有没有 好 一个巴掌太不详了 那所以呢 他遇到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怎样 一直纠缠不清 好 所以呢 诶 此夜灯明所现圆光 唯是灯色唯当见色 你真的仔细去思考 你会发现 望原无因 没有一个来处 因为也不是眼睛来 也不是那个病本身来 全部都是一场误会 可是那个误会 又感觉很像真的 有没有 你没有办法相信 一切有违法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 你没有真的相信啊 所以很多人做了梦 他就执着那个梦啊 有没有 可是我告诉你白天也是一场梦 你也没有办法去接受 因为他这只是一场梦啊 所以转不过来 跳不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 你说 他说 这个来翻到后面 他前面这边的过程都是在分析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五色 五色 其实呢 来三百三十九页这个地方讲 其实这个圆影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捏目 你的眼睛这样一捏 你看 你看那个月亮 这样一捏是不是看到两个月亮 那个两个 第二个月亮是真的月亮还是假的月亮 其实假的 可是又觉得好像真的 有没有 所以呢 他在讲我们的妄见 其实一个念头的无明 他就造成是整个世界的妄见 一念无明啦 但是呢 这个一念无明呢 你说去追究那个无明的起数没有 其实没有这个东西 他本来就没有 是本来就没有 可是我们不知道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说被轮回的这个假象 无明 因为你不看不清楚 所以你一直以为有嘛 无中生有这件事情 好 那这是第一个 好 这是三百四十页这个地方 就讲别页 好 到三百四十一页 他说什么叫做同分呢 好 就是他在讲说这个世界呢 可以分成很多很多很多的小国家 对不对 假设有一个小小的岛国 好 有没有 左边这一段 入腹子中有一小州 只有两国 一个岛里面只有两个国家 其中一国的人 全部都看到一些 一些恶像 什么两个太阳 要不然没有太阳 有没有 或者是看到 以前看到彩虹 其实是一个恶像 我们现在看到彩虹是好事 有没有 看到流星 有没有 就是准备下有灾难 以前是这样 看到这个 有流星 然后有什么有什么 是不是 是 那其实 同样看到 是不是 可能同一个国家全部都看到 同感恶元 可是另外一个呢 来三百四十四页 有没有 有没有 只有这个国家看到 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的问题来了 我们全国都说是对的事情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突然发现不对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谁说的算 有没有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是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因为有跨国 所以开始会发现有 不一样的文化跟习俗 有没有 所以现在这个国 现在国跟国之间的界限 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封闭 因此现在人应该是 那个开放的心态 比较开放 有没有 可是还是有自己这个国 国家的一个特质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国家的习俗 跟自己国家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说 这只是因为舒服不表示是正确啊 我们的习俗只是因为我们既定成熟 不表示他就应该 就是每个人都要遵守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说谁说的算 所以同分是不是有同样的时代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的想法 到下一代不一定是对 那到底谁的对 那谁的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认为 用自己的对去控制别人的对 会吗 所以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 一个是共业 一个是别业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好的时代 还是不好的时代 如果讲佛法的话 墨法 是不是叫墨法 墨法是好还是不好 墨法里面有没有正法 但是墨法为什么叫做墨法 因为我们真正很坚持原汁原味的佛法 都会灭亡 有没有 是不是很容易灭亡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受不了 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这网路的时代 你还要怎样 那个什么 这个为了求一记一句 然后要去潮山 以前有一个师父在韩国 他听说他很神通 他只要什么绝症 他只要见到面 你就会好 是不是好厉害 可是你要见他面之前 要拜三十万拜才见得到他 各位你拜完三十万拜你多好才奇怪 好棒喔 这个门槛 我觉得我一定要射一个 是不是 要拜三十万拜你再来 什么病都好了 我当然就变神医了 有没有 可是他真的很厉害 他有神通 治病 是不是 所以你见到他 就像见到佛一样 你说现在这个时代 你射这个门槛 是有几个人要拜 不会有人要拜 有没有 因为有很多更方便的方法 可以这样病好 有的人都不用钱摸了就好 有没有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拜你那个 所以呢 你要维持佛法的虔诚 纯粹 然后呢 人人都很清净 是不简单 你说啊 这个佛教常常都商业化 好 那如果是全世界都是商业化的佛教 你没有地方学佛 你根本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法师 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商业化 因为他一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比较 所有的道场都收门票 你一定觉得是正常嘛 有没有 好 你在日本 所有的和尚都有结婚 你一定觉得结婚是正常啊 怎么会有不结婚的和尚 没有啊 和尚本来就应该要结婚 才能当住持 有没有 他就变成好像正确的 所以弘一大师要出家 他的太太说 你去日本出家嘛 日本和尚可以有太太 有没有 是不是 那他的回答 其实这个电影是乱回答的 我是中国人 我要做中国的和尚 不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错误的台词 乱编 导演你不要乱编 来害我们都被误会 什么哪有中国的和尚 跟日本的和尚 根本就不对 你要当和尚 你本身就要清静啦 没有什么可以有太太的和尚 那个就不叫做和尚了啦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戒律本来就不是能开的啊 那为什么现在都可以开 我们上次有一个居士 他去谈火 他去参加一个论坛 然后就参加了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里面都是跟各个寺庙的法师一起吃饭 结果很神奇的是大家都在吃鱼吃肉 他说欸 为什么法师吃鱼吃肉 他说我们这一派可以吃鱼吃肉 是这样啊 他说因为我们这一派是日本传进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派可以 你看全部都歪掉了 有没有 那我们去韩国的时候 我们去的那个道场 为什么都是吃素的啊 所以你说欸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吃素的道场 只是你们没有参加到那个道场去而已啊 你说那谁说的算 一般人喜欢不辞戒的都会相应那种 就觉得那个师父是好师父嘛 好随可喔 好随便喔 好都可以喔 但是你如果觉得不对啊 不对啊 是不是还是有人可以坚持 可以坚持吗 你要你要做坚持的那一个 取高恶寡的 还是要做随俗的 然后大家都喜欢你的 就是选择嘛 所以你说共业现在这个时代 哎呀很难修行啦 所以说佛世界很难修啦 我们都是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 是不是 因为是不是大家都这种论调 你确定吗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定要共业 我们可以一定都 每个人都要这么愚痴吗 一定要自甘堕落吗 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别业 可不可以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如果别人的这个一样是错的 我们一定要有勇气 说不 就像佛所讲 如果今天我要称霸世界 我早就称霸世界了 我为什么还要选一个没有人走的路 因为我相信 在这个大家都轮回的宿命当中 一定可以创造一个别业 所以他出家 他出家之后他学了 当时的什么四禅八定通通学会 对不对 学了之后呢 人家说你实在是太天才了 你在短期内就修了我们所有会的法 你是来当我们的头头的料 你要来当掌门人 当接班人 他说不 因为你这个法不究竟 我还是不要 我不是要来当头的 我不是要来当领袖的 我不是要来领导 我不是要来领导 你认自己先成佛 我们大家就觉得 我们不可能没有机会 我们就是轮回的命而已啊 因为大家都在轮回 怎么有可能没有人轮回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总是要有一个人去创造 不一样的因缘 是不是 这叫别业因缘嘛 别 所以别是你的选择性 同是你可以说 你选择就是要跟大家一样 是啊 同业跟别业 你有没有去看到那个叫做妄见 如果都是妄见 应该不要顺着这个妄见 不要相信他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别业妄见跟同业妄见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很多人说 没法到啦 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共业啦 可以啊 你可以说共业啊 可是在共业当中 你看同一个灾弹 飞机都掉下来 会不会有人生还 为什么没有死 为什么没有死 我们常常会说 那个很多人说 师父你这样常常坐飞机 你要用你的卡刷卡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掉下来会怎样 有三千万 有没有 我说 我说我为什么要那个三千万呢 是不是 我三千万要给谁 要给谁 道场 道场没有我 就没戏唱了 你了解吗 就是很奇妙的这件事情就是 诶 那我们在担心什么 我们在担心什么 是不是 好 那担心它掉下来吗 担心有用吗 是不是 担心有用吗 但是呢 我们出家其实会有一个 一个奇奇妙的一种信心 就是我相信 只要我坐的这一架飞机 它就不会掉下来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空服员 你看到这一台飞机 有法师 你会很开心 有没有 你相不相信有护法农天 有 你相信对不对 那我们旁边是不是有人在护着 是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我们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靠山 所以我们看不到它 那 那你在相信什么 是不是 我相信在这个时代 人在做 不是天在看 菩萨知道啊 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你如果真的相信 天地良心 我们常常说 哎呀就抓啦 都没有人了解你 你不用期待 众生会了解你啊 你应该要期待 菩萨知道你 你应该是要对 你心当中的那个自信佛 负责 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跳出望见 因为认同你的 他不一定是因为 他有智慧就认同你耶 有没有 一丘之和也是都很认同啊 有没有 一忙以重忙 大家也盲目崇拜啊 你怎么能够确定他会 他知道他是真的了解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 哎 我觉得你一定是菩萨 我说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是菩萨 是不是 明明这个人就很没有智慧 他竟然口中说我是菩萨 哦就是非常的没有被肯定 你知道 就没有被肯定 因为这个没有智慧的人 竟然会参照我是菩萨 哦 我说哪一只眼睛是菩萨 真的是很妙 你了解吗 所以其实我们就说 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带着错误的眼睛在看世界 这时候你应该不要相信任何人所得到的结论 有吗 那可是问题是那我们要听谁的 我们常常是不是很喜欢听专家的 专家也不一定是对耶 我们以前就有一个居士 他说因为我们在高雄 有请大家做一个实验就自我观察 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他们观察了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讲了 其中有一个人说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喝300cc的水 有没有 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 有吗 有人是这样吗 每天喝一杯300cc的水一起床 有吗 有没有被教育过 有吗 以前的观念就是一起床就要喝水 空腹的时候就要喝水 有没有 前两年被改掉了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前两年有一个日本的某某人 他发明出了一本书叫做饭水分离法 什么健康法 然后他就推翻这个一起床就要喝水 这个事实 他说一起床要保持空腹到吃完早餐 而且你早餐不可以吃有水的 要吃干饭 因为你的胃酸才不会被稀释掉 所以你才会真正的吸收那个早餐 然后你要喝水 你必须要在饭后一个小时 饭前一个小时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空档才可以喝水 好辛苦喔 我们有一个居士好厉害喔 他好认真在执行这个 他在三峡他是做医生 那我一年会去看他一次 因为去抽血检验 他是检验所 结果我说 游医师 你怎么变那么瘦又变那么帅 他就说 嗯 因为我最近奉行犯水分离法 他说师傅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说我知道 我知道有这本书 我也知道有人在流行 没想到你真的做耶 他说真的很好 神清气爽排毒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哇 这就讲了一大堆理论 所以以前我们认为的对 现在也不一定是对 又被推翻了 然后他就说 师傅你真的应该试试看 我说我嫌麻烦 我还是很难分离 而且呢 如果只有吃干饭没有喝汤 还有我 我是吞不下去 是不是 好 那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 我 我说那我只能就生病啊 再来看你就好了 对不对 好是不是 好那 诶 过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 又会有一个新的养生法出来 又推翻了原来的 嗯 好是不是 那有一种 有一套的养生法说 吃饭要有顺序 什么顺序 要先吃那个 那个水果 好有没有 然后要再吃什么 然后最后才吃主食 有没有 好 那有 有很多很养生的人 他真的就是照这个 顺序在吃 他非常非常坚持 可是呢 我就讲一句话 我就说 那个是给吃荷的人 因为他那个肉很难消化 所以他的确是有那个消化的顺序 可是我们吃素的每一个吃进去 都是很快就消化 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因为都是纤维脂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主食也是米饭 也是纤维脂 也是植物 然后我们再吃什么 都是没有不能消化的 都是很好消化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 他就会变成一种执着 你认为的养生 你没有照这个方式去做 你就全身觉得患生病了这样 他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法治 是啊 那你说谁说的对 每个人都说他的对啊 你说我们都要养生 要什么五种颜色都吃 有没有 平均的养生 那你吃吃看啊 你有比较健康吗 这件事情很难 因为你说这样子 是这个原因 是那个原因 吃素比较健康 还是吃肉比较健康 都很难讲 喝牛奶是健康的吗 又有一个新的研究说 喝牛奶很容易致癌 那到底要听谁的 每个都说他是专家 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呢 最近又有一派说 我们听西方医学的实在是太愚蠢了 为什么 因为西方医学的基础就是拿白老鼠来实验 白老鼠的体质跟人的一样吗 很抱歉不一样 有没有 所以白老鼠的体质它能够成功 不表示在人体上很成功耶 好像也有道理 对不对 那完蛋了 你听越多你越很难好好活着 很困难啊 那我们就看到那个虚导的像 乱吃一通啊 活了120岁 那你总是能够找到例子去 去推翻这些理论啊 所以到底要听谁的 是不是 好 那有的很养生 结果养生养一养 他其实就是养得很健康 可是他不能避免天灾人祸 在外面被车子一撞 他再怎么健康也是死 有没有 所以那真的实在是很难 你如果真的要去听这个世界上的专家 大家都各说各话 所以你要再听专家下去 我们会听到迷迷糊糊 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定见 一定要清楚知道你为什么相信他 不是流行就要相信 不是有依据 有医学依据就要相信 不是有权威人士说就要相信 是不是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看我们怎么 我们是凭什么去判断 是不是 我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佛陀讲佛陀是一切至人 这件事情呢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要学习佛法 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智慧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有智慧是所有的人都必须 基本的具备的素养 否则你就会乱过 人云亦云过一辈子 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错在哪里 是不是这样 只是 在这个形式里面有很多人 有不一样的解释方式 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所以《热眼经》里面呢 他就直接讲这件事情 今天讲到的别业或者是同业 同分不好意思 全部都叫做忘 那有什么能相信的 可是呢 很神奇的是 当我们开始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妄并远的时候 你其实开始在寻找真相了 因为你开始觉得不一定是对 你就不会深信不疑 有没有 那佛法呢 就是要先从 你先把现在有的既定成熟的这些观念 做一个反思之后 你就会开始找到真相 然后要透过什么 实证 你才能够证明 佛陀讲的是对的 你不要轻易的相信 你要实验他 你要实践他 要不然我们只是随着 水波逐流而已 那这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你有觉得修行很难 修行很不容易 有时候常常 学完了之后突然说 那师父 那我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都统统都不对呀 有没有 那这样他怎么过 照样过有没有 好